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的节目 我是正修科大方立行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 台湾港务公司第一任的董事长 萧丁逊萧董事长 为什么特别强调第一任呢 因为他虽然是贵为董事长 但是他其实是从非常非常基层的 工作人员慢慢上来的 而不是所谓的 像我这样子 什么念到什么硕士博士 然后就变教授就来了 不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刚才前面一节谈到的 当您去找职场的时候 你不必通通挤到学校里面 然后念到最后的博士 然后变成失业率最高的一群 我们应该去想想看 我们的萧董事长 他以前也是局长 他从基层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寻找他的人生的 我本来想用机会这个字 但是我想他其实只是寻找 最开始他寻找他的人生的起点 然后一路创造自己的机会 是不是请您现身所法 这样子 我是59年大学毕业 那毕业之后啊 参加那个时候叫就业考试 就叫经建特考 那是宜等的特考 照道理 分来公家单位 我们应该是科研 或是管理员 在内勤也叫科研 在外勤也叫管理员 但那个时候的年代 大家不照规矩做 所以我是从副管理员干起 也不自我一个 分发到基隆港的 通通是副管理员 分发到飞河港口是管理员 或者是科研 那我是从副管理员干起 那中间呢 我会有参加其他考试 譬如说金融特考 也有跟我分发到合作金库 我也曾经考过财政部的继合人员 等等 民间单位我考过新租玻璃 但是呢 大家知道像银行上班很严谨 在港口上班好像比较自由 而且当初啊 当初有几个年轻人啊 大学毕业 大概分了三五个人在一起 大家谈得来 所以我自然就留在港口服务 从副管理员变成管理员 谷长 然后副主任 主任 然后一级主管 机器手主任 艺务主任 朱新宿主任 我也干过主任秘师 干过港务长 干过副局长 然后干局长 所以确实 港口的艺务 我大概只有总工程师没有干过 因为那机器工程人员 我没有 连电脑机器我都管 所以也有 但是我自己得到的概念是说 老师更怕命 大概这四个字 老师跟打拼 工作工作再工作 大概这四个字 等于十个字 这十个字 应该四个字 这十个字 大概给我 应该今天有学生嘛 给年轻学生做参考的 大概这四个字 就是可以说我走43年的工作职场 是这样走来 没有错 我在基隆干到等于两个一级指馆之后 到台中干主任港务长 副局长 总共干了九年半 然后干花园局长 台中 基隆局长 高雄局长 跟董事长 又干了十二年半 所以加起来 大概副局长算起总共干了将近二十年 将近二十年 那我也给年轻人知道 台湾港务公司 我也做点宣传 它的资本额是六百五十亿 百分之百国盈 只有一张股票 那股票董事长是小丁信 只有一张 那这一个投资人呢 交通部 所以完全过瘾 是对年轻人来讲 大家怕要有这个可靠 应该是相当可靠 那我认为 应该 假如年轻人来参与这个主场 应该是很不错 尤其刚才我讲过 从T走到I之后 国际化 而且将来总公司之后 又有子公司 子公司又有孙公司 一直下去 我跟我们同事讲 下一次我们在这里开会 可能通通是总经理跟董事长 等等甚至经理 所以尤其对于前景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地方 一个公司 我希望帮董事长再补充一下 从我旁观者来讲 也当然就是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分享 第一个是英雄不怕出身低 你从副管理员就可以了 你不必说因为 你没有当到管理员就自怨自爱 或者有人就讲说 那就份额去找另外的工作 像你刚刚讲 有很多更光鲜亮丽的工作 可是你没有 你还是选了你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我觉得 他其实是非常耐得住的人 比如你刚刚讲 你在这个 单单这个副手的部分 你可以做将近二十年 很多人一定觉得他自己怀才不遇 可是我想的 我想这个不是怀才不遇的问题 是一个做事的态度的问题 我在每个位置上把事情做好 那是不是有更往上走的机会 那其实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对不对 那另外也是一个 平常我就忍不住在讲说 这个实在是看你平常做了多少好事 这个终于有一天天命就上来了 但是这个部分我想请教董事长 有两个问题非常好玩 第一个就是 基本上您是在一个旧 那个时候的港务系统 是一个旧的官僚的行政体系 那你为什么有那么多的 商业性的开创性的国际性的想法 这是第一个 那这个可能也跟后面那个有一点点连结 我刚刚虽然在那边讲他是从 英雄不怕出生第一 但是我们的董事长他到 蛮高的年纪以后 他还继续去向学 他现在已经是航运管理的博士了 那我想这两件事情 我们还是可以让董事长来为我们做一个 亲身经历的一个过程 或者甚至一个您有选择的原因 谁中座 座中谁 所以我刚才讲五十九年大学毕业之后啊 因为我们政府啊 也有很好的制度 那我在六十五年的时候啊 又去读交通大学的管理科学研究所 现在叫经营管理研究所 连那个手的名字都改掉了 对啊 到六十八年毕业 那我刚才特别会讲说 谁中所 座中谁 谁中座 之后到九十一年啊 对对 我又去读博士 寿司十六 六十八年 我还到海大当讲师啊 哦真的啊 六十八年到七十一年吧 嗯嗯嗯嗯 那九十一年我回去当学生啊 嗯嗯 晚上我在研究书啊读书啊 读得太晚 校警进来说 老师 嗯嗯 对不起 嗯嗯 他以为是在干什么 真的 因为我一去都是读 整个晚上读到两三点以后 他看到我年纪那么大 叫老师对不起 嗯 坐电梯所有学生都叫我老师 其实我是学生 哈哈哈哈 所以我 也鼓励年轻人啊 对 真的 你尤其现在 这个坚步很快 嗯 你真的不学齁 嗯 就是罗伍 是的 我认为啊 要跑给人追啊 嗯哼哼 啊不断的跑 要给人家永远追不到 尤其当领导人齁 是 你假如 不能说 很多地方你假如没有说走在人家前面 是 老师讲 人家也看不起你 是 所以我是 但是我也要讲 我不是副手做二十几人 我刚才是说副手跟机长总共加了将近二十年 这样子啊 我的副手做了五六年 嗯哼 会去读师 我自己讲讲笑话 齁 因为当初 李秀典不是有身功厌妇吗 是 那我这个副手啊 我认了我不能身功厌妇啊 嗯哼 所以我干脆去读书 嗯哼 所以我停了二十几年之后去读书啊 嗯哼 第一年没有考上 嗯哼 我去讨颜科大 嗯哼管研究所 嗯哼 考博士班 嗯哼 没考上 嗯哼 第二年 我开始去唐厅统计 我老实讲啊 我原来在海大教统计啊 是 二十几年后啊 因为在公务部门都没有这些啊 对 我又重新到海科大 嗯哼 去跟英科大 不是海科大 嗯哼 去读统计 嗯哼 之后我再去搞佛数 嗯哼 我考第一年 因为我自己认了 可能我的统计考得太老 哈哈哈哈 不是因为他们看你这个白头发 呆哼 银哼 经渐大的 口数老师就说 你这么大了 颜级这么大 来自教育之严的浪会 哈哈哈哈 不过你可以看到啦 就是 其实董事长它能够有今天哪 就是你刚刚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做中学 你一边在 奴隶的做事 但是一边其实奴隶的向学 刚才我们谈到了 董事长这个 从基层一路走到非常非常国际化的这个位置 但是董事长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可能也是因为他在从很小的港口 一直做到台湾最大的高雄港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其实一直还蛮注意到一些偏乡的发展 那中间我个人认为 对我来讲非常特殊的一个案例就是 董事长他虽然身在台湾 但是他开始去协助我们的离岛澎湖的发展 那这个事情就让您自己来讲了 我认为刚才我说老胡怕病 老师太认真做事也还不对啊 你要走出去行销 行销我常常讲无中生有有中生变 小题大做借题发挥 澎湖有阳光有太阳 所以我们就以这个出去行销 那我们也老师告诉 房价加热比邮轮公司 我说冬天我是没生意哦 夏天很好 他们来看了大概五六趟 研究了大概将近一年 他们认为可以开发为东方夏威夷 因为刚才开头我有讲过 因为香港的起德机场叫做改成起德码头 他的邮轮都是四五万吨的 往南下荣湾三瓦进不去嘛 他一定要往北 往北高雄可以啦 台湾港口都可以啦 那中间一个站等于中计站 将来从厦门 从香港再来 金融湖 腾湖 所以一个中计站 一个HUB 石榴港 那大致来讲 这几年之内啊 尤其今年大概有四五万吨的邮轮 有五艘 房价加热比是美国的一个邮轮公司 他有五艘到香港 有三条会在澎湖 那我们呢 准备在2006年的大概年中啊 就可以开始营营 现在已经签了A 明年就会开始去做码头 因为他现在码头太小啊 要做到四五万吨的船能够靠 那大概一两年中间啊 等于到2006年的年中啊 就会开始营营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皇家加热比这个轮船公司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好 你要待会再回来听我的下一节啊 我就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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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